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台北股市今天大涨417点 存在量3513例但是很诡异的是外资只有买了19亿 那整个自营商整个投信来讲的话也没有买多少都买了10几而已 今天到底是谁把台北股市推到这样的高点的一个位置 但这里来讲我昨天跟各位报告了这里要留意一下整个全球景气的大衰退 那你昨天的油价的大跌把这个移力消失 那欧洲股市尤其华国股市德国股市都涨了7% 那美国股市也开始往谈 那今天台北股市顺势很厉害的跳空直接站上了连线的位置把反压直接打在地下 那这样子这个台北股市真的要开始强涨了吗 我个人没有这样看法 为什么这样看马上会投资朋友做解析 好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 今天台北股市真的表现非常好了 涨了417点 当然今天电子股重要是金融股也往上带了 那 航运股的部分当然就散装为主 之前在节目中跟各位报告的惠杨KY 今天也 盘中攻到了涨停板的位置 当然我今天我们带惠杨把惠杨KY卖掉了 卖掉了 为什么卖掉 我说这一波上来我要先减码 我要先减码 为什么要减码 昨天其实跟各位讲得很清楚了 好那目前来讲 大盘目前的状况会在哪边 会在哪边 好我们先看一下 先看整个目前先看今天的 法人买卖超好 今天法人买卖超真的是蛮厉害的 你看今天这个这个数字 外资买超 19亿 外资买超 19亿 好那 自营商买了 26亿 投信买了18亿 你看到商大法人才买多少钱而已 26 49 20差不多60几亿吧 30 然后50几亿 50几亿 我今天台北股市涨了400多点 我那到底 到底钱是怎么来的 你说我们投资朋友一般来讲的散路的力量往上冲吗 也不太可能 那最近来讲政府基金都有在买 但政府基金也透过投信 今天投信才买18亿而已 所以今天来讲能够涨这么多 但成家量3500亿而已 但是代表是外资不卖了有人买上去 那当然外资卖的话就买往下来就就跌下来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今天这个盘势就是这买卖的关系来讲话 还真的是一个蛮诡异的状况 不过我们就一个现行来看 第一次 我们来看 今天来讲 以大盘来讲 目前你看这个 今天一开盘就直接上连线 我觉得台北股市还真的蛮强的 那 本来我就觉得说 这个连线跌这么多 昨天跟报连线跌这么多 真的要马上上去 真的不太可能 你从过去 整个国际股市的表现 只要破连线能够到2%到3%的 大概 以 后果都不会很好了 但是没想到国际股市昨天就在大涨 但是最早是油价大跌 因为其实大家都在盯着全世界的金融市场都在盯着油价看 油价看 那油价大跌来讲 当然风景金自然就开始上来了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顺势往上冲 真的表现得非常好 那这里来讲的话 你看连线昨天就带 就直接上 所以这里来讲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形成一个 倒转 缓转 倒 转 缓转 蛮难念的 那这里来讲当然就这里来讲 在那边支撑还算不错 还算不错 那接下来台北股市要面临的 当然 这个 十字线还没过吧 十字线还没过 那这半连线的一个位置 半连线的位置 那重点是从这一波 我是从这边来算的 18338 因为从这一波开始 从这边相对的高点 是这波下来嘛 所以接下来 你要看的 就17551 这边的中轴的位置 17551 能够站上的话 才能化解 这一波 往下跌的压力 往下跌的压力 这个蛮重要的 蛮重要的 那今天收在是17433 虽然差100多点而已啦 希望这100多点能够站上去 能够站上去 但是呢台北股市还是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看一个比较长线的例子 你看台北股市 你看大概就在17000这边 已经 从 去年的 3月开 4月 4月中旬到现在来讲的话 已经快 如果说像这样看的话 快 4月 6月 7月 12月嘛 12月来讲的话已经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 在这里来讲的话这个一年的头部都在17000点上下 有没有你这 以这边 17500多上市 第一次的历史高点的位置然后往下 你看大概就在这里 然后下来上去这边又没有过又下来 那这次过了到18619但是这里来讲又给他跌破了 有没有 1756或是这一次的17900或18000 这一次的高点在这里嘛 那一次的高点在这边嘛 所以这一次来讲的话如果说还好到这里 我之前跟各位报告说这一波真的下修最低16700 修正到16764就停住了 我这样算的过程当中我是以这里 高点我用 道琼有没有我在前面跟各位报告 以跟连线的背离来看的 来看跟道琼相当我用背离来算 用连线的背来算所以 如果说要跟道琼相当的话最差就要跌到16700 那果不如真的是跌到这里 这里你敢买的话 这两天你就可以赚到钱 但是这里我想敢买的人真的不多 除非说你我那时候 在节目当中我说你这里没有持股 你当然可以买可以买到五成 你去看掉我的前面我先跟各位讲 对不对 可以买到五成那这里来讲上去 当然就是 跑短线了啦 对不对像我们这两天我们还都在卖股票一样嘛 就先跑短线再说 那我为什么要卖股票 第一个这边看反弹嘛 这很清楚嘛 所以你股票来讲上去来讲本来就是要减码了 好本来就这样 但是你如果说卖在 卖在这个点 或卖在这个点 这个点还可以 但是你卖这个点就不对 卖这个点就不对 卖在这个 在这边 3月8号的时候 三八户礼节那一天 你卖在这边就不对 你看两天就直接弹了 但是你说两天强弹 当然也是国际股市的因素 这些人要不当会这样做 这是实招 但是你是要垫定你自己 手中股票 带有基本面的话就不用太怕 怕的就是你股票没有基本面 所以说股票还要种一下基本面 还要种一下基本面 你要说跌时种植吗 那你说涨上去以后这里 就这一波 如果说这里都破的话 就很可怕 16162 你看如果这个破的话 这个一年 这个到这里 等于到到这里 如果破的话到这里 你说这里 这边不算 我记得这里是 新冠肺炎 会炎开始的时候 台湾开始第一次发生的时候 所以这一次来讲跌到这么深 那我们看来讲这两年来大概就在这里 你看这个也是这次高跌的位置 16000你就抓16000 所以台北股市来讲 16000是个非常重要的还手观点 如果说16000破的话 16000如果破的话 那整体来讲的话呢 长多的隔级就会存在了 你说今年来讲 当然现在没有看说下修的 有啦 你看 1776 不对 1476 你看这种股票 你要遇到这种股票 都会商场间 你看如同这种 过去来讲 今天爆大量 有没有 爆大量直接跌 有没有 破颈线的位置 这第1个 高本益比 如同是他好公司 所以过去来讲 法人给他本益比 高到30倍 30倍 那今年来讲 其实我看报告 去年18块 竟然可以雇到22块 但是老板讲实话吗 他说目前看出来第四季 原则上 原料一定会涨很多 以他的看法会涨很多 整体来讲 毛利率 不太 不太他们之前的预估那么好 所以说而且最近来讲有一点景气衰退的现象 如红是第1个讲出来的 就说 就恶物战争或全球的这些油价的一个上涨的过程 或营业上涨的过程当中 目前还没有一家公司像竹虹这么老实跟你讲说 其实已经在影响他们的营运了 所以谁先讲谁倒霉啦 你看资本市场 所以有时候现在老板为什么不讲的原因在哪边 我如果不讲 然后股票没有跌到 我可能先默默先卖一些嘛 我就会透过其他管道 我不用自己持股的方式吗 我就不用申报转换的方式 我如果用 其他的投资公司跟他没有相关的 我就先卖再说嘛 对不对 我就是看到了 我先不要讲 因为 但是你如果讲了 你如果真的讲的话 你就股票就变成这个样子 你卖了今天直接打到点点板 对不对 直接打到点点板 连那个1477也被拖累掉了 巨洋也被拖累掉 被拖下来 股价都这样 这两只股票本来盘域都很高了 所以说 未来 这些个股 有些个股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讲会一档一档出来 一定会一档一档出来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你操作上来讲的话 你说这里要不要做空 这个做多空 其实我个人看 这个多空 真的还是 真的蛮难做的 你说 你在 昨天前天如果做空的话 跌了那么怕 破连线了去做空 结果两天急涨上来 对不对 光台子期 你这个方向 如果没有转得很快的话 你台子期这两天来讲 真的是暴涨又暴 暴跌又暴涨 真的 跌了一千多点 马上六千 六百 六七百点 直接就上去了 所以这个都是 你看很清楚 就是一个 在一个盘势不稳定状况 所发生的情形 所发生的情形 所以这里呢 其实 整体台北股市 其实看得出来 外资 我最重要是 探讨外资 我以前讲的外资 真的是笨蛋 常常 把股价都卖在一个 低档的位置 但是这一次我看到一个 比较不寻常的 状况 你去想 过去来讲这种涨幅 这种涨幅 你去看我们举 几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这种涨幅 外资来讲的话 一定都 至少 你看这边 你看一下 就从底部开始 还转的过程当中 外资是会卖在低点 对不对 你看外资卖在低点 然后呢 这里 但是呢 真的要涨的时候 外资其实都会做买超 你看到一百多亿 有没有 八十几亿 你看这边 你看这里 这一波 有没有 这里他卖在相对低档吗 你看这里卖最低档 但是这里来讲是不是 隔天他就开始买进了 有没有一百多亿 一百多亿 有没有 就一直买 就整个都买上去了 那这波下来的过程当中 他这边还是卖 对不对 这边 这边他还是卖了 六十几亿 这里来讲的话 就买一百亿就上去了 这里来讲 你看 他从这里开始卖 你看从这边开始卖 他一万八千两百多点 一直卖 卖到这里 你看卖到这里 到这里都还在卖 今天涨了四百多点 他才买四九亿 这边来讲已经两千多亿 已经两千多亿了 这边 本来计算是 一二三四 只有这五天就卖了两千三 把这边加上去的话 你去算一下 光 这里来讲 外资这里就卖了三千亿 已经卖了三千亿 不要看这样的 三千亿走 那三千亿来讲的话 当然台北股市 但现在还是反弹 但是你会想过 以目前看到 为什么台北股市 在这里来讲 他要这边卖这么多 以外资的观点 你也知道这次台积电卖最多 就是新加坡主权基金 跟挪威主权基金 那他们的观点 一定有一些国际化的 因素在里面 我们看不出来 他已经在国际上遇到了一些状况 有些挪威他在北欧 对不对 芬兰就跟俄罗斯隔壁 所以他一定有他的需求 才会这么卖 才会这么卖 所以这里呢 你其实 当然台北股市能不能撑得住 我觉得还是看 你看今天为什么会涨 应该是欧美股市涨 我们才能涨吗 欧美股市跌 我们还是会跌 那欧美股市 目前看的话 虽然昨天涨 但是从欧美股市看的话 其实 这里来讲的话 你看道琼 看道琼跟费半都还是在连线之下 都还是在连线之下 都还在连线之下 有没有 红色这条是连线 我们台湾算是很厉害 今天就站上连线 你看道琼还都在连线之下 有没有 全部都在连线之下 那你在连线之下的过程当中 其实 讲实话 感觉就其实蛮危险的 这算空头吗 对了都还是空头啊 那如果道琼在跌 美股 美股在跌 你看NEST已经离这么远了 离好远 真的离好远 你要真的要回到连线位置来讲 你看这次反弹都没过去 所以 美国股市真的在重挫 我们台北股市 你说真的要看 外资 他每次就是几百亿几百亿在卖 你不知道他卖到什么时候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在操作上当然 你说这里来讲 你说这里要去做空 真的要看 股票 要看股票 那 其实你目前看台北股市的这些个股 上面来讲的话 最近来讲我们先看一个 产业的东西 这个是苹果的春季发表会 大家都没有在谈这些事情 因为反正 现在涨了也不会涨电子股 涨电子股 涨了就涨 航运股 对不对 货柜 昨天比较强 今天就比较弱了 今天就换 散装上来 换散装上来 金融股跟电子股 当然来讲 你说可以反弹也算 但是苹果这一次的发表会来讲 就反正的观点 台北股市很多的个股都很便宜 你看 Apple本次春季发表会共发表了六款新产品 iPhone SE 第三代 一台说一万三千多台币而已 iPhone 13系列新增绿色 搭载M1晶片的iPad Air MagSteel桌上行电脑 27吋的stereo display 显示M1Utra的电脑晶片 有没有今天 报纸讲说台积电来讲 售这个M1的 Utra的晶片来讲 他收费很多 然后新推的这样子的话 苹果 也很包括 我们看一下 几档 这几档 都是买进的 台积电 星星 今天星星也长得不错 长得6%多 普瑞 真鼎 华通 红海 更不用看 我们先看 人家怎么估 你看是最新的 你看今年 台积电 去年26.7 去年23.1 去年23 23.01 今年估31.19 你说20倍 多少 620吧 对不对 那现在才580几 580几 所以说现在 目前 目前你如果说以本益比来看 他才18.2而已 他应该以昨天的售盘价看 那星星来讲还算不错 今年估14.36 普瑞来讲从64块估到87 这6档个股 那你先看EPS 那真顶来讲 你看一个10块一个11块 一个10块一个11块 华中4块2 4块9 红海10块 跟10块6 10.02 跟10.6 目标价 原则上每个评价 方式会不一样 好那重点 我先看EPS好了 好 那我们基本上 我们先看 一般来讲 你跟我们看 4958的真顶 4958的真顶 好你看今天是不是有涨 今天一开就直接开93.8收95 直接就跳上去了 有没有 就直接跳上去了 那今天你看就是越 线嘛 你看今天就上越线了 所以你看8块是有影响 对不对 如果说你看 今年赚11块 那本币连10倍都不到 所以他涨一下也合理吧 对不对他涨一下也是合理吧 但是你从线形看来这里 会不会直接一直往 当然目前短线上他是偏多了 偏多了 你看2313的 2313 华通 有没有华通 前置涨这一波 一次外置拱上去的 这波你看快速下来 下来的过程 你看季线他现在在守季线 有没有他这波来讲 其实最重要就是在季线的支撑 有没有这基线基线 稳住了他这波就上去了 你看外置这里 也没什么卖了 投信这里也没什么卖 所以这种个股来讲你当然就可以留意了 你就买在这里 你不是买在高点的位置 所以说你看 是不是很便宜 所以 我做你要跟各位朋友报告什么 股价在这边 你现在来讲的话呢 当然 你说这一波 如果说 赚4块8 你看他赚4块9 涨到这里 涨到这里才10倍本益比而已 那10倍本益比 为什么从49块跌到这里 这就是大盘的因素 你也没办法 所以我说大盘不好 你说多厉害的个股也都没有用 一次修 你光台积电就好了 对不对 那台积电今天来讲的话 他也是出现了导中环转 有没有 你看跳空跳空 他是连四个跳空 所以跌到这里其实也算捷径了 对不对 你给你四个跳空都下来 你要他跌到哪边去 但是这里来讲的话 上面来讲的压力就看他怎么去冲 你看他今天直接跳空 当然还是遇到一个月线的一个压 这个是十字线的压力 你看这连线 你看这半年线 你看这季线 这月线 你看 这是标准的空头吗 但是从基本面来讲的话 当然你说外资啊 或本土的法人来讲的看法 也是非常正面吗 那问题 外资为什么在这里卖这么多 他不是不知道台积电的基本面不好 当然他知道 他他当然有做研究啊 但是为什么他要这边一直卖 猛卖呢 你说卖在六这里 这里你就卖我就还能够接受 对不对 六百五百七 就一个如果说以操作的立场来讲 我讲到这里我获利了结先走 不是 他卖低点 你看他是往下杀 他不是在高点卖 他在低点卖 那你过去来讲 我已经会笑他嘛 对不对 卖在低点的位置 但是这里来讲 你要去考虑他 去想说为什么外资 今年的台积电 跟去年比都从26块可以雇到31块了 啊今年都31块 结果股价 跌到 比去年 都低档还低档 有没有 你看 去年定了 这五百五 这里 有没有 到 又回又回来一次 有没有 五百六几 你这 是不是又回来一次了 而且又破连线 又破连线 所以重点会在哪边 重点会在说 如果EPS 增加 股价又回到 去年EPS 相对低的位置来讲 就是 本一笔的下修 那本一笔为什么会修 那一定是系统风险 所以说现在来讲 你从台积电的走势来讲的话 目前 就大盘的系统风险 你觉得没有了吗 还没有了 还没有了 俄罗斯这一两天 他会不会出现一些 在整个原油跟天然气 的一些 措施 比如说 我不出给欧洲了 完蛋了 我跟你讲 欧洲的原油25%要靠苏联 欧洲的天然气40% 当然欧洲他已经讲了 我要慢慢减了 你慢慢减了 我给你慢慢减了 我凭什么给你慢慢减 我马上给你断掉 对不对 我北溪要给你一起断掉 我现在就断了 我才管你干嘛 我可以让你慢慢减了 我不赚你的钱可以吧 对不对 你们像欧美这样联合欺负 我不赚你的钱可以吧 把我的经济搞成了这么烂 我只是 当然你说打乌克兰 你说对与错 但我们觉得打仗是不对 打架都不对的嘛 对不对 但是普丁不这么看 普丁他不会这么看 所以说美国来讲 他这一次来讲的话 他当然 当然借由这一次来讲 他大大的修理了树林 你那个中心啊 中心你不配合我制裁 我跟你讲 你就很惨 对不对 都喊话都喊出来了 所以说美国 目前当然就是 你去看一些抖音 就看中国大陆的 一些 其实民众来讲 都是挺俄罗斯的 那京东方来讲的话 他设立一个 俄罗斯国家网站 就是专门卖俄罗斯的东西 一上架完全被中国大陆 抢光 抢得很厉害 为什么 因为非常便宜 因为卤物扁了以后 他们从 俄罗斯进口的东西 非常的便宜 比他们国内制造的都好便宜 又好用 所以每次都大卖 所以这次来讲的话 其实 因为俄罗斯 他被抵制来讲 反正就跟中国生意做得非常大 那中国的这些品牌 也一直趁机就进入 俄罗斯市场 俄罗斯也是个很大的市场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以目前 俄罗斯 我个人觉得 就是 不管 乌克兰总统 他这里来讲 是不是胡软 当然胡软的话 有没有就签 所谓的投降 决定 目前来讲都还没签 都还没签 那真的签了以后 美国的态度会在哪边 会在哪边 那当然今天的整个国际股市来讲 一个很大的 昨天来讲一个大大反弹 那 接下来来讲的话 当然还是要看 整个 国际股市的状况 但是呢 国际股市 目前来讲 还是一个空投 其实我们台北股市 其实你如果这样看的话 真的从上个礼拜五 礼拜一礼拜二这三天 不知道在跌什么 对不对 台北股市真的好好的啊 你去看啊 你看多从这两天的走势 因为台北股市在这里都好好的 有没有 我们要看这一天啊 你说这里遇到个压力 你就回到季线这里整理 我本来看在季线这里整理而已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就叫这样子急杀 有没有 杀到你这样子 外资这样猛杀 杀到很多的整个融资啊 你看融资这样一切 直接 这边一直减 一直减 一直大减 减了一百多以下来 这被砍了一百多以下来 然后你看这两天直接大涨回去 融资呢 我想不可能涨那么多啦 不可能 多那么多上来 每天这样子 股市就是这样子 所以 这里来讲 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难操作啦 我之前我跟各位报告了 这里的股票 真的不太好做 所以这里来讲 你就降低持股操作就好 五成以内 五成以内 那就选一些 比较有 基本面的个股 那现行的 竟然就是低阶 像昨天太阳能涨一天 今天又就熄火 但我觉得 应该还没死啦 应该还没死 因为他是一个 反正反向股嘛 反正大凡不好 他就涨大凡好 他就不涨嘛 其实他很明显的是 这是这样的族群 这样的族群 那这里来讲 我用这一张 之前 你说法人的报告也没有用 你如果之前看我的 我说从这里嘛 俄罗斯乌克兰小麦 玉米的主要出口国 然后呢 温增散装力更为吃紧 那如果说你听了下去的话 有没有 运力更为吃紧嘛 那这边来讲的话 这边我跟你讲 这里是不是收费股 会养KY 会养KY 对不对 2637 那时候你如果说那时候 如果这几天你低接的话 今天也 涨停板也不错啊 对不对 今天就上去了嘛 所以很多个股来讲你还在看他的基本面 你看今天就上去了 有没有 蛮厉害的 今天就这样上去了 你看这几天下来 有没有 这里 这里刚好月线这个位置 到位线这个位置 今天就冲上去 就冲上去 所以说这里当然有些个股还是会涨 不过 在选的过程当中 只能讲说 你去看最近会涨的个股 都是真的特别便宜 你看会养KY 今天跟各位报告 人家赚 今年赚15块 估赚15块 在这里 有没有 对不对 还有题材吗 他是不是有题材 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 你说这一次的货柜在涨的过程当中 他也是有题材 你看常常二月零售也不错 常常 今天二月零售也不错 今天开高走低 所以反正 一定有人调解 一定有人调解 但是你看线型来讲 也没有被破坏掉 都还在所有均线之上 对不对 还在所有均线之上 你说他真的是特别便宜 那电子股来讲 你就扁升来讲 真的有些便宜 但是你的压力相对的 还是比较大 像2303的连电 今天算连电 蛮可惜的 今天你看 他今天直接 跳空 一开盘就开在这个月线 你看他开多少 开53.5 53.5是他的 几乎到月线 有没有 53的下降月线 所以你说月线 压力会不会有压力 一定会有压力的 你看他开高走低 在10线之上 所以这里来讲 你看他也是一个倒撞环转 很明显的 倒撞环转 一直大跌 你说每次台北股市遇到这种三四百点 其实所有股票都是 都是先倒再说 那现在来讲的话呢 当然 你目前的状况 如果说还有那种机会 反而是买点 所以说你现在的操作模式 你要在手上有现金 你不要 每次看到什么股票 就一直买 一直买 我跟你讲你这样操作绝对赚不了钱 你要会等 能够等 等到 暴跌的时候 等到暴跌 不然就是走回升 把半年线 把17,551点 这样先站上去 不然来讲 在这个位置上来讲的话 你就先看就好了 因为这个位置来讲很尴尬 因为老师有些股票会涨 对啊我也知道会涨 那股票会涨的话 你每天有股票涨 问题是涨的机率高 低而已嘛 那如果说现在来讲的话呢 如果要做多 超跌行情 你要买那种超跌的行情 如果没有超跌来讲 原来说你赚不到什么钱 你说合理价来讲 你赚不到什么钱 你一定要买那种超跌的时候的行情 就像2603 你做前几天 你如果这里敢买的话 你看这里 打到月线这里敢买的话 最低到138 你看138 你买140好了啦 你光光三天的时间 一天两天三天 常常你可以马上赚20块 最高到160 对不对 这就是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 超跌 但是很多人来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你就一直想卖 我常常都没走 因为我成本低啦 我120买的 所以我没有 我都没有走 重点在哪边 重点在说 如果说那时候你 这一天你有现金 我请问你 你常常跌到这个月线 你敢不敢买 你就能够敢买了 对不对 你看那些刷的上下 你现在刷那么多 但是你去想 当时你看到常常你真的敢买吗 如果说那时候你现金够多的话 你就敢买了 好 你现金有够多 比如说你现在就持股两成 你为什么不敢买 我再加一成的资金上去 我最多三成 我就不怕嘛 但是你说七成八成 你敢买吗 你绝对不敢买嘛 所以现在的决胜货 其实不是在 你说行情真的变化是很快 最大的胜货点 就在你现在的资金的控管能力 你资金控管的好 不用急 控管的好 你就能够在这个 变化末端的制造 因为现在的股票真的都相对便宜 所以你说真的相对便宜的过程当中 你去做空 其实也真的撞不了 除非真的 一万六千点 那一破的话 我看他绝对是大长空格局 那绝对是个大长空格局 那代表说今年台湾的景气 已经在最高点的位置 接下来全球的景气要开始走衰退的路了 那你走衰退的路 全球的景气 全球的市场 你说 道琼跌了10% 道琼跌了10%还好吧 是修正而已啊 对不对 费半跟NASDA这低都跌到20% 21%跟22%左右 那接下来如果说 真的全球景气出了状况 的话 我看台北股市 国际股市都还会再跌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其实变数还是有 但这两天能够强谈 对台北股市 我们也是 互 互予众望 然后 但是外资的态度真的是 蛮可怕的 我最近看 今天涨了400多点 外资只有买19亿而已 这代表在这里来讲的话 他 反正上去 还是在卖 只是在卖什么个股而已 那如果再跌 跌下来的话 他一定有这门K 你看 昨天涨了200点 他买300亿 今天涨400多点 他买19亿 所以外资现在对台北股市 根本就 不会很喜欢 不会很喜欢 这一点来讲 真的要留意 因为外资毕竟是台北股市的大咖 他是最大咖的 40几% 那我们今天我们上传的 建 汉达 永业 这两只可能是新的个股 全宇 明泰 真顶 就是有三八的 中顶 中顶最近股价 表现相当不错 表现相当不错 这些个股的研究报告到我们 会员的网站 当然我不可能叫这么多的个股 但是如果会员自己想做 那至少来讲的话 基本没有东西给你 他可以依着自己 的 整个 技术线去操作 但是我这边来讲 我跟会员讲的很清楚 在这里来讲的话 操作过程当中 持股 五成以内就可以了 一定要保有一半的资金 一定要保有一半的资金 好股市农赚 欢迎各位到这边 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 就会做提醒通知 另外如果说你有任何持股问题 我想加入会员 欢迎任意点选标题处 会看到新视窗 第一个网址 按进去会到我们股市农赚 入会期持股的见诊申请表 把姓名电话号码还有持股名系写清楚 要入会的有三个方法让你选择 写完资料按提交 虎子农赚马上跟你做联络 另外你可以用我们影片右下方的 QR Code的部分 LINE AD扫描进去 做互动也可以 那欢迎各位投资朋友订阅 股市农赚这个节目单元 我们有盘前焦点盘后解析 每天两个节目为投资朋友做 专业分析 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祝各位投资 操作孙女赚拿钱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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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